2014年9月6日晚上11点 多亚与他的未婚夫巴斯姆 将检疫行李、护照及订婚事业带在身上 接着将手机与皮甲用事业带装起来 藏在衣服下面 他们坐在开往偷渡船的巴士上 城内拥挤不堪 在这之前 多亚与巴斯姆已经因为尝试偷渡而被逮捕两次 船只是一艘颇旧不堪的船 下层几满300人 上层则是500人 在船上仅有过洗罐头及面包的果腹 在航程中 这些难民得不断转换船只 据船长描述 就是为了躲避海巡人员的追查 纵使船上生活困顿 大家还是能够聚在一起谈谈自己 大家都只谈未来 谈到熬过这趟海上的苦难之后 将展开新的生活 在19个钟头 我们就可以到意大利啦 在船上第四天时 船长向船客们保证 这次从上船以来 多亚第一次觉得他与巴斯姆 或许真的能够抵达欧洲 一切都将结束 巴斯姆后我就快到欧洲了 一起展开新的生活 多亚对自己说 这时一艘船生气得109的云船 朝多亚他们全速前进 几次激烈的撞击声 多亚带着这艘转逐渐下沉 对方根本不在乎 这艘船上有将近100个小孩 他们大声嘲笑 然后一边丢直木板 因为小时候都有一次意外 多亚不按水性到了恐惧的地步 那时他还在叙利亚 被亲爱朋友拖进水里 后来表哥生出所救了他 从此之后水沉了多亚的一大罩门 但在汪洋大海里 他不期待会有人能救他 时间回到2010年12月19日 多亚晚餐会在家里看着电视 半岛电视台上的头条新闻 是图尼西亚一名名为 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小贩 因为警察莫说他赖以为撑了输狗推车 并对他加以羞辱 投诉无门之后 他在政府大楼前泼漆油自焚 于2011年1月4日宣告不治 这起事件后来掀起茉莉花革命浪潮 最后迫使图尼西亚独裁政权垮台 并在阿拉伯各地引起骨牌效应 揭开阿拉伯之村的序幕 2011年2月 15名学生在学校墙上涂鸦写着 下一个就是你 医生大人 案子的原本为颜柯医生的总统 革命浪潮将推往叙利亚 随后这几个学生遭到逮捕 3月18日抗议群众走向街头 要求释放这些学生 3月21日 几名学生被释放 但兴奋的情绪一下子就被恐惧所取代 这些当中包含一名12岁的男童 背上留着皮开肉栈的伤痕 他们在狱中被以电缆鞭打 脸上有被烟灼伤的痕迹 指甲被拔掉 这些学生身上所受的伤害 更加扩大了人民心中的愤怒 康医群众越来越多 死亡增速也跟着激增 多亚加入康医的队伍当中 即便他的家人为他担心 爸爸 你告诉我们 要站起来捍卫我们自己的权利 可是你又不让我出去外面参加示威行动 每次家人试图阻揽多亚出门 就会造成许多纷扰 每天晚上 街上都可以听到抗议群众们的呼吻声 4月的某个傍晚 都要在锦楼晒衣服时 在几个街区外看见队伍和正报车实际沉重 他赶紧去把留在外面的妹妹和弟弟拉回家中 新闻随即播报 德拉招包围 队伍已经出动 准备铲处试图摧毁国家的恐怖分子 随后几个月 烧上你的食物越来越少 许多邻居也纷纷逃离这所城市 经对开放早上两个小时的时间 让女人出门买东西 在这路上 德拉与妈妈需要靠着墙走路 子弹在街道上不腿流窜 有一天独来的父亲给了他和妹妹各一把刀 要他们把刀子藏在身上 告诉他们 若遭到绑架时 宁愿自吻 以别让外头那些男人对你做些恶心的事情 场景回到地中海上 一阵阵残骄声在空气中蔓延 德拉看见有人被卷入船桨当中 身体只被剁成好几块 有些人扶在海上大力呼叫的妻儿的名字 有些人则是逢人 就问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女儿 巴斯姆 德拉大声喊着 巴斯姆从旁边出现 手上拿着他顺手解大的儿童救生圈 让德拉爬上救生圈休息 经过数个小时 孩子们的哭声从大哭变成微弱的唾气 传染发生之后 原本有大约一百人幸存 但随着夜色降临 越来越多人因为低温 疲倦与绝望而死 有些失去家人的人也放弃了 脱掉救生衣 任由自己沉浸大海里 巴斯姆说 发生这种事情是我的错 不应该让人上这艘船的 我向真主发誓 多亚 我爱你胜过世上任何一个人 巴斯姆频频向多亚道歉 而多亚认为这种道歉 事实上就是一种告别 这时一名年纪较大的幸存者 朝他们游过来 他用哀求的目光看着多亚说 我已经没有力气了 可不可以拜托你帮我抱一下马拉克 最后他将手上的宝宝交给多亚 他才九个月大 穿着粉红色睡衣 这名幸存者说 他们家总共有27个人上船 其他人都已经溺死了 拜托帮我照顾好他 他转身游走 不到十公尺的地方 脸部朝下 飘在海面上 一动不动 巴斯姆用了最后一丝力气说道 阿拉 请赐给多亚力气 让他可以活下去 巴斯姆渐渐失去意识 多亚发现本抓住自己手边 那双手渐渐滑落 眼睁睁地看着他身体瘫软 滑进水里 旁边有个男人游到巴斯姆旁边 摸摸巴斯姆的脉搏 很遗憾 他已经死了 多亚看着黑色的大海吞噬巴斯姆 慢慢沉入海底 多亚惨叫了一声 只想让自己在这无影的大海当中 表现出半场的痛苦 对这个男人来说 巴斯姆不过是诸多罹难者之一 但对多亚来说 这是一切的结束 这趟旅程是如何开始的 一切都得从朵拉举家搬到埃及说起 因为内战的缘故 城市里人烟罕至 没有任何工作机会 于是朵拉的父亲 我都会带在其他城市的朋友 先祝他们逃难至埃及 埃及当时对于叙利亚难民相当和善 当地更有旅馆业者在淡季时 提供给难民免费的住宿 政府还会定时配送日常用品 随着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越来越多 工作机会更难找到 多亚与妹妹 也被迫在本该接受教育的年龄 到工厂赚取生活费 多亚也正是在这时候认识巴斯姆的 巴斯姆原本在叙利亚时 因为参加反对政业 而被捕入狱两个月 后来逃难至埃及 解释多亚 两人在订婚之后开始约会 幸福的两人总在下班之后 聊着未来 他们想先完成学业 只有找份好工作 才决定生小孩 埃及因为政治因素 对于云月内战而寻求庇物的难民 开始从三代变成厌恶 而这也同时寄起了多亚与巴斯姆 决定前往欧洲的原因 站随着巴斯姆的死 然而一起在欧洲生活的美梦 也因此破灭 这天是传难发生的第二天 大约只剩下25人活着 一名妈妈抱着手上的孩子 将她交给多亚 希望她能照顾好她的孩子 玛莎 随后他们一家人在多亚的旁边逐一死去 尽管多亚所信仰的宗教 是否定自杀行为的 但在这种人间孽狱之下 多亚并不责观那些脱掉救生衣 一心求死的人 她心想 若不是因为手上这两个小孩 给她活下去的勇气 她或许也会让自己沉入大海 直到第四天时 一艘名为日本号的货船 收到来自海岸巡防线的囚难广播 前往事发地总共救起11名生还者 当多亚被直升机救走后 询问那两名小孩的情况 才知道较早之前 马拉克已经过世 多亚不敢相信 马拉克在海上支撑了四天 却在被救上船后死去 多亚悲伤万分 确认身体过度疲倦 恨自己鼓励大声放哭 而另外一名孩童马莎 在被送往医院后 医生及护士全天后的照料下 七七四的生还了 时间回到多亚与巴森姆 还在埃及的时候 巴森姆将他的必须准款 5000美元交给人社集团 在真正出海前 他们已经被当地警方抓捕了两次 而终于成功的那一次 赔掉了超过500条人命 同时赔掉多亚一程的最爱巴森姆 他们的牺牲能够带来任何警惕吗 为什么各国无法有效建立起一套系统 有效率的为这些寻求逼物的赖免 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 为什么这些饱受战争所苦的民众们 无法在他国获得工作机会及基本教育 如果现有的居住地上能有好的发展 赖免绝对不会想冒着生命危险 走上这条危机四伏的旅程 若有合法的行程管道 绝对没有人想把自己毕生的积蓄 交给恶民昭彰的人蛇 而在这个问题被解决之前 这些人还是得继续横渡海洋 冒着生命危险寻求庇护 多亚后就会在希腊某间大型医院获得治疗 在期间他收到来自当地家庭的邀请 欢迎他能够来到自己家里赞助 多亚在他们的照顾下逐渐康复 这使多亚的家人同样无法办理埃及 因为各国界没有为这些难民开设一道 能够合法移民的管道 求助我们的情况下 找到了梅利沙·弗莱敏的协助 他是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 多亚希望借由自己的故事 来激起这世界对于难民处置的态度 经过一年半年的努力 多亚与家人在他们盼望许久的瑞典见面 多亚专进妈妈的怀抱里 这辈子不打算再离开了 叙利沙自从列战开始后 总共25万人上升 100万人受伤 平均寿命将是20几岁 600万人在他国寻求庇护 又因为太多难民而使他国无法容纳 没有足够的学校、供水系统 他们身在炼狱 一面看着家乡战虎聊天的新闻 一面等待庇护 为何多亚非得冒着生命危险 失去未婚夫 眼睁睁地看着数百万人在自己眼前死去 才能抵达这个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呢 没有任何逃离战争或迫害的人 应该在到达安身之处前死亡 逃难的过程使多亚对于求学的梦想战时搁置 而现在多亚站在瑞典的语言学校上课 希望未来成为名律师 为了世界的正义战斗 多亚从此不再害怕海洋 因为他知道巴斯母已经成为海的一部分 只是他依然愤怒 那500名难民 包含他的挚爱 竟然只剩大海 能够让他们安身立命 队然只剩大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